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究竟当地的物业市场开放又是怎样呢 其实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城市里面 曼谷绝对会是投资者的首选 因为过往这几年受惠于一带一路 曼谷的经济和基建发展非常之澎湃 要以一个铁路完善的一房单位为例 其实港币只需要50万的港币 你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 租工回报大概有5至6厘的单位 那准买家多数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业权 其实在曼谷买分层式的住宅 其实是可以买到永久业权的 第二就是香港人很关心的税项 其实在曼谷买楼 外国人是没有任何辣椒的 还有离因都是楼价的100% 好像港人Angel都有去到当地置业 为什么呢 其实是没足我三个愿望的 首先就是保值 另外一样的就是当是第二个屋 而且将来打算是退休用的 因为曼谷是很近香港的 大概两个多三个小时就到了 我曼谷是近住机场的 因为我有时候是喜欢旅行 在那里是转机 所以除了拿来设置空之外 有时候转机也会拿来睡一晚的 听说当地有不错的发展潜力 大家应该都很想知曼谷乳楼宇的质素 我们一于去到当地一个新落城地铁原线物业 找到研楼无数的尖常 研一下这个346尺的单位了 现在开始逐样研 现在先敲场 也要看油漆 油漆看油漆就有一定的水准 不过这里的线灰和香港不同 香港线很滑 而这里就较粗粒一点 有点空谷 这一点空谷 如果跟香港的标准 它不比一尺一尺一尺 不可以当作效果 基本上查过这批油漆 基本上没大问题 玻璃窗部分有少量花痕 至于玻璃门框 詹姆sir就给了一个赞了 这个框基本上没挂花过 也没收拾过原装的 看得到当地的工人 是做的保护 还有他尊重别人的制成品 是做得很好 至于屋内的门和带门 衣柜、厨柜都没问题 保漏水 这些简简单单 就不会很多东西顶住 去装水喉 所以流水机会没问题 香港就只在 芯盘底 整个堆东西 手都没收到 容易流水 厨所里的瓷砖 基本上是一件空心 就有一粒泵 现在就检查地板了 挺好的 没有刮花 地板基本上很平 没有烂 没有拱起 没有高低 总括来计 扣得最多分是 浴室的空心砖 货利花痕 和少量的污漬 总分有86分 五、六十万左右 以这样的价位有86分 我就完全觉得是 对得着业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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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